黑猩猩有约99%的基因与人类相同 是与人类亲缘关系最近的动物 也是现存治理者庭最高的动物 同时它们与人类还有共同的祖先 人类的祖先与黑猩猩的祖先 在大约500至600万年前分家 走上了独立的典化道路 前者产生了人类 后者则在约300万年前 分为两只 演变成黑猩猩和窝黑猩猩 这两类黑猩猩都生活在非洲的森林里 喜欢几十只一起群居生活 有着相当复杂的社会结果关系 它们能用各种姿势表达复杂的思想感情 还能辨别不同的颜色 和发出32种不同意义的叫声 据科学家测定 黑猩猩的智力水平相当于两三岁的小孩 因为有科学家成功地教会一只黑猩猩 这是阿拉伯数字 它还会将数字从零到九按大小顺序排列 并且最多能够记住五位数的数字 还有的黑猩猩经过语言培训后 可以听懂几千个英文单词 现在有少数不信奉人类中心主义的科学家主称 应当把黑猩猩从黑猩猩鼠中分离出来 与人属规划艺术 甚至有棘手数学者认为 在某种意义上 神类是第三类黑猩猩 为此你怎么看呢 世界之最 专注科普知识 数据如若有所偏差 欢迎指证 记得关注我们哟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